最后一张我们来画一只幼年的马眉西龙 虽然我们目前没有幼年马眉西龙的化石 但是我们已经发现过其他恐龙 尤其是其他西角类恐龙 幼年的许多化石 最清晰的一些保存最完好的化石 显示出有一些恐龙在幼年时期 有一些比较语重不同的特征 因此我们在画马眉西龙幼年的时候 可以把它作为参考 具体是哪些特征 我一会儿画的时候会跟大家去描述 首先我们要知道几点 一个是幼年的马眉西龙 很有可能头部要比成年的 跟身体比例来说要大一些 很多动物在幼年的时候 头都是要很大 然后眼睛也更大 另外一个就是幼年的恐龙 尤其由于身体比较 体重比较轻 所以它的跑动起来要更加灵活 因此我们在画幼年马眉西龙的时候 虽然没有化石证据 但是也可以凭这两点 去体现出它的幼年特征 我们首先来画马眉西龙的头 这个幼年马眉西龙的头 我们可以先画一个比较大的眼睛 这个大的眼睛 然后大的瞳孔 让它看见水汪汪的比较卡通 然后它的眼睛位于比较高处 位于它的头顶比较高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一个跟成年马眉西龙很大区别的地方 幼年的马眉西龙很有可能 并不像成年马眉西龙那样 有一个高的鼻子 它的嘴可能很小很尖 因为在一些巨龙类也是西角类恐龙 它的胚胎上我们曾发现过这种特征 有一些巨龙的幼崽胚胎的化石 显示说头骨是一个长得非常像小鸡的脑袋 就是看起来是比较细比较尖的样子 就是类似这个样子 就年马眉西龙很有可能也是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它的下巴是比较脆弱的 并不像成年恐龙那样厚重 然后它一样也有细小的牙齿 既然我们给成年的马眉西龙 画了这个角质的绘 我们可以给幼年的马眉西龙同样也画上 让它看起来像小鸟一样 然后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眼窝 这个我们也给它表现出来 然后它的鼻孔在这个位置 刚出壳的这个恐龙 它的鼻子前边嘴的上方有一个小小的 叫做破卵齿的这个结构 这个也在细小类恐龙上也有发现 但是当它开始长大的时候 这个结构就会脱落 所以我们要画一个四处走动的恐龙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画这个角 如果有的话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小的尖角 我们这个就不去画了 然后向后画它的耳孔 然后是它的脖子 幼年的马眉西龙脖子很有可能 不像成年的那么长 很多恐龙的特征都是随着年龄增长长出来了 幼年的恐龙可能脖子要稍短一些 在随着年龄增长的过程中 这个脖子才逐渐变长 但是它依然是一种脖子很长的动物 因此我们可以给它画成这样 大概是这么长 然后我们再画一个它在跑动的一个样子 这是它的前腿 它的前腿跟成年比起来 要看似去细脚很多 这个是它的脚 然后有一个月牙一样的脚底 我们可以简单的表现一下 然后另外一条腿踩在地面上 然后它的肚子 虽然是小小的肚子 但是也要画的圆股滚 左侧前脚向前脉的时候 左侧的后脚 一般来说都是向后灯 所以我们要画一个这样向后灯的路 它小小的膝盖 然后向后灯的腿 这是它后面的小脚 然后三个小小的爪尖 这个爪尖 是要画的比成年的要细 要锋利 就像刚出生的小脖小狗那样 成年的膝脚类恐龙 在走路的时候 它必须有三只脚 同时踩在地面上 让它沉重 但是幼年的身体比较轻 我们就不需要让它三条腿 踩在地面上 我们可以现在有两只脚 踩在地面上了 这个右侧的前腿和左侧的后腿 那么我们让它另外一条腿 也向前轻盈地奔跑 抬起来 是这样一个样子 这样就能展示出这个恐龙活泼 向前跑动的这个样子 这个脚离开地面 我们来画一个地平线 更加清晰地强调出这个恐龙哪条腿踩在地面上的样子 然后它的尾巴 我们可以向上抬起 而且右脸的恐龙尾巴要比较柔柔 身体的骨架要比成年软很多 然后它小小的尾锤 尾锤可以画得比成年小一些 看上去是没有发育良好的样子 然后在身体两侧 我们可以给它画上甲片 这个膝脚类身上的甲片 可能在成年的恐龙身上不是很大 但是在幼年 因为成年恐龙体型已经长到足够大 它不需要有这些甲片来保护自己 但是在幼年恐龙身上 这些甲片可能有着很重要的保护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幼年身体上 画上比较大型的甲片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稍微给它画一些褶皱 然后幼年的恐龙褶皱 就不必要画得特别粗糙的皮肤刚出生 刚出生的小宝 我一般都是比较细腻 然后阴影的部分 我们可以稍微加强一下 这样一只幼年的马梅西龙 我们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